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者不卧 勇者不惧 子愿君子道德山 我无能言 霍小林 课堂至上 你又在搞什么 子愿此时能熄大钉子 大钉子 霍小林 还不赶快向先生认错 好好读书 哎呀 等会儿 等会儿 失所闻的 大钉子 大钉子 杀人了 又杀人了 哎 哎 哎 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杀人吗 不是我赵金虎想杀人 是这两个狗东西该杀 期限已过 这两个人抗权抗衰 造谣祸重 说本司令搜刮民脂民膏 这都是屁话 百姓不交水 本司令拿什么养活兵啊 如果没有当兵呢 土匪流寇 早就把西洋城给吃了 今天 我杀鸡给猴看 看看今后 谁还敢违抗本司令的命令 赵书城 难怪你爹要送你去省城 念西洋人开的大学堂 你爹今天杀人 全西洋的献大洋 都被你爹收回你们家去了 哼 我觉得是杀人 哎 人 儿子 你为证 焉有杀 子欲善儿 名善矣 我儿子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这是孔老夫子说的 意思是您要 他奶奶的 什么孔老夫子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把我儿子抱走 是 不要杀人 不要杀人 谁的忍虐都犯下 又会反抗你 成婢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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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好 念头 过来 让我掐一下 你 哎 你别拿老太婆吓唬我啊 她已经摊在床上几十年了 我霍孝林门涛武略天下第一 我从来就不怕她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打此树过 让本大少爷掐一下 大少爷 大少爷 我求您了 别欺负我了 昨天老太太都问我来着 我怕 哎 那是谁 哎 哎呀 大少爷 哎 大少爷 大少爷 你 怎么样 念头 舒服吗 你 老爷 老爷 紫月 学耳实习之不易悦乎 爹 我这两天书读得太多了 眼神越发地不济了 眼睛老疼 混账 你奶奶跟我说 你经常调戏小丫头 我还不信 今天我专门在这儿等你 没想到在这儿抓个正头 这本握住的东西还配替杜书二字 爹 我没有 快点上来 母亲大人在上 霍少昌养出这种白类来 实在对不起祖宗 该怎么惩罚 请母亲大人定夺 让我定夺 好啊 给我打死 主母大人哪 您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大慈大悲啊 孙儿有错 也不至于打死啊 您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啊 混账东西 你给我闭嘴 快 不舍得打 抬我出去 我自己动手 打死这畜生 我霍白氏在祖宗面前 抬 拍着胸脯任战 颜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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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敢在老太婆面前告我的状 你诚心想害死本大少爷啊 我没有 那老太婆怎么知道我爱掐你 昨儿老夫人审我来着 我 我 你就着了 老夫人对我恩仲如沙 我不敢骗她 我 呸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她这般轻浮放荡 跟她娘如出一辙 已经走了快二十年了 墨亲大人还替她干什么 是 快二十年了 有几年我都忘得一干而尽 可自打这小兔崽子长大成人以后 行动做派处处向她娘 成天在我眼前晃恨的我 真想把她碎尸万段 昨天老太婆审你 今天见面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说了我怕 每天我掐你你都说怕 你怕个屁啊 我今天想说的我怕老爷盯着呢 不是老爷盯着呢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本来想说呢 我还没等说呢 你就动手了 这下惨了 就算给我留一条命 老太婆也得打收我一条腿 谁 樱桃 你给我进来 老爷舍不得下手 樱桃 今天就有你替我执行家法 从小到大她都欺负你 是你娘养的 今儿个就给自个儿报个仇 打死了 我们货家绝不让你偿命 来 心疼了 不敢 就算母亲大人让我亲自动手 我也绝不手软 好 那你就出去看看 该不该亲自动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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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子 雷 爹 爹 爹 达累了 野器坏了 是吧 杨伯教 父之国 母亲大人 儿子不孝 亏待霍家祖宗 不孝有三 无后悔的 你要是想对得起祖宗 赶紧再取一房呗 你说什么呢 母亲大人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孝林她是我的儿子 错不了 你说多少遍都没用 我这心里头犯嘀咕 你敢说你就不含糊 你敢保证那贱女 娘 行行行 不说了 就算她是你儿子 你要是孝顺 多给我生几个胖孙子不好 我那小丫头婴头 怎么样 婴头打小在咱家 心眼好 我是知道的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日子我都看好了 下月十二咱们家办喜事 就让婴头给你续了弦 她年轻 身体结实 娶她就是让她给我多生几个胖孙子 什么门当户对 咱们家就不讲究了 母亲大人 这 万万不可 不可 你今天可说了 你那混账儿子任凭我惩罚 你要是不答应这门婚事 老娘我 亲手打死外边那小肚崽子 我 樱桃姨娘霍孝灵这乡有礼了 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错 我守欠 我以后 以后我掐我自己 您当了我小妈以后 可得在那个老不死 不是 可得在我祖母大人面前 多说我几句好话 我的命就全靠您了 你 你别哭啊 你这要是让人看见 说我把姨娘给气哭了 我的命真的就没了 你别 哭什么 这丫鬟马上变成主子了 不该笑吗 此约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则好些了 好些了 就是最近书读得太多 这眼神越发地不济了 今天都能走了 有没有去给你奶奶 叩头请安哪 还没 我 还不快去 要找打不成 是 祖母大人在上 孙儿霍孝灵 给您磕头请安 磕错地方了 你奶奶我在这儿呢 祖母大人恕罪 我最近书读得太多了 眼神越发地不济了 你这套鬼话 留着糊弄你爹吧 还书读多了 你用心读过一天书吗 打小你就装眼神不济 弄个破眼镜子糊弄你爹 不就是为了贪玩不念书吗 我 你什么你 别看你奶奶我贪了 我眼睛雪亮 脑袋瓜子不是江湖桶 这些年没拆穿你 那是我懒得搭理你 紫月 虎毒不食子 你是我奶奶 你怎么能 呸 我这个贪老太太没念过书 我都知道 虎毒不食子 不是孔圣人说的 你这儿还紫月紫月的 别给孔圣人 他老人家丢人献眼泪 既然你今天来给我磕头请安 我就把话说在明里 不想被打死 就早早地滚出霍府 下月十二 你爹要续闲来 来年我们霍家 又要天丁尽口 你这个大少爷 爱哪儿哪儿去 我们老货家 不稀罕了 我就不走 我气死你个老不死的 我气死你个老不死的 大少爷回来了 大少爷 小的侯学问 放司令之面前来接驾 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您一路上安马劳顿 我背您走吧 你说接就接不 带这么多当兵还端着枪 谁给你的权力 我 赵书成 化孝林 How are you 好什么 How are you 哎呀 紫月 相因无改 并茅催 你这一走十多年 猴子倒没白 怎么满嘴的寿言鸟语啊 第一 相因无改并茅催 不是孔夫子说的 是唐人鹤之章的诗句 第二 我说的不是什么寿言鸟语 是英格类是英国话 How are you的意思就是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过得好吗 好 挺好的 只是 这些年书读得太多了 眼睛越来越不好 经常疼 不对啊 我记住小时候你是不想读书 拿眼睛骗你爹的 你不会戴着戴着真把眼睛戴坏了吧 现在我也是骗我爹的 我的眼镜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斗争的 你从小不喜欢读书 你爹逼你读书就不对 就应该和他斗争 以后你不用眼镜上骗他了 就光明磊落地跟他说 我不想读书 你当我是你啊 我这成天小心谨慎地 还经常被打得屁股开花呢 你爹还打你屁股啊 可不 这才能站起来没几天 我找你爹理论去 可别 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我来接你又得打我 那你还敢来 哎 子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 这句是孔夫子说的吧 既然你给我写了信 就说明你拿我当朋友 我岂有不来接的道理 说得好 这些年在异乡 我最想念的朋友就是你 你是我在西洋老家 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侯兄位 哎 先把我的行李拿回家 告诉我爹 我要和我的同床 会有霍小林叙叙旧 晚点回家 是是是 我这刚回西洋 拿什么招待我 我早就想好了 我带你去听黄梅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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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霍小林 学会捧戏子了 这不是知道你要回来 为了招待你 我提前得把点儿踩好了 我跟你说 这个戏班子啊 才到夕阳五天 我天天都来 这个姑娘啊 叫阿梅 梅死了 人生一世 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红粉知己 五生足矣 别酸了啊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我挺有出息的 我大丈夫 立业先成家 赵树长 帮我看看 这个梅姑娘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比你大一岁对吧 爷老大不小的该成家了 我想向梅姑娘求亲 下月十二是个好日子 我爹要续闲 如果梅姑娘答应嫁给我呢 我就跟我爹说 我们爷儿俩一起把喜事给办了 这样 能给我们老货家省些不少现代言 没人阻止你娶媳妇 但你娶媳子你爹能答应吗 媳子怎么了 你爹给你娶那六个小妈有四个都是戏子 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 好 赏 什么 找老货家儿子叙旧去了 这儿 我记得 我儿子在西洋读书的时候 我家那小兔崽子 就整天在他身边贴壶着 你说大少爷去码头接了赵金虎的儿子 是啊 大少爷叫我拉车送他去的 从码头接了人 我又把大少爷他们送到西院子去了 赵 原家 梅姑娘 我来了 这位可是赵公子 对 是赵公子 赵淑成 我的同窗好友 是我约他来的 今天他来呢 主要是给咱俩当个见证人 我 赵公子 民女阿梅想求见令尊赵司令 可否请赵公子帮忙引荐一下 我儿子引荐的朋友 是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不太清楚 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有求过我 今天啊 我高兴 混账东西 这么漂亮个姑娘 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民女阿梅见过赵司令 姑娘啊 你是我儿子的朋友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跟赵公子只有一面之缘 怎么敢称朋友呢 只是因为我想见赵司令 但没有门路 所以才求得赵公子 想见我啊 我听说赵司令是举世无双的大英雄 所以民女真的仰慕已久 我还听说自古英雄爱美人 赵司令有四位姨太太 在入门之前跟我都是同行 阿梅自幼学信 可唱着唱着也不年轻了 希望在自己未老之前 能找一个好归宿 只是不知道 有没有那四位姐姐的 好福分 北城 送客 不必麻烦了 我陪梅姑娘走回去就行了 用得着你 赵司令 臭小子 我听梅姑娘说 你天天去捧她的场 是 明儿不准去了 把个替呀 从明儿起 梅姑娘的信 本司令全包了 儿子 十来年没回西洋了 孝顺 一回来 就给爹带回了一个大美人 儿子 这比你前几个小马 长得都智 我跟你说呀 这日子已经定下了 夏月十二 咱们家办喜事 办什么喜事啊 儿子 还没听明白呀 来来来来 见过你八娘 赵公子 多谢引荐 司令 下月十二 我等您的花轿 是 梅姑娘 本司令 一定准备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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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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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我刚才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没有 你小子再敢去戏园 则捧我八姨太太长 我就削了你的脑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先说 你还有脸哭你 霍笑脸你就是一大混蛋 我刚回西洋屁股没做热闹 非待我什么听什么破戏 愣过听出一巴一娘来 你爹混蛋 他强强民女恶贯满盈 你想想你之前那四个戏子小吗 哪个不是戏班子里的头牌 到了西洋没几天 就被你爹霸占了 我的梅姑娘指定是迫不得已 她觉得她已经深入虎穴 逃也逃不了 所以她才主动要嫁给你爹 她是为了保命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上官我爹突然扣屎盆子啊 什么年代了 我爹又不是活阳王 你爹就是活阳王 我不信是吧 不信你跟我走 走 拉着我干什么 你看 什么呀 人脑袋 人脑袋 半个月前 你爹凭了宋家债 把宋大哥子和他三个儿子的脑袋 全砍下来了 什么罪名啊 土匪罪 你也是西洋的老家 宋家债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知道吧 那就是没有地种的老百姓 为了生计聚在一起开荒种地 拿着野物 采采药材 好歹能活命 结果就被你爹定为是土匪 不是 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他收捐收税总得有个幌子吧 这剿匪的捐收了快十年了 这西洋附近哪有土匪啊 春天就有人联名请命 让你爹免了这剿匪的捐 结果带头请命地被你爹打成了残匪 不但没免还翻了一番 然后就平了宋家债 说满寨子都是土匪 你说你爹不是活炎王是什么 他成天这么杀人 梅姑娘能不害怕吗 岂有此理了 我爹这么胡作非 就没人站出来和他论个公道啊 谁敢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枪在你爹手里 他想杀谁就杀谁 无声就是默许 懦弱就是纵容 整个西洋城都在助手为虐 我要斗争 打倒反动军阀 赵淑城 你别喊 反对可原打税 不许烂杀无辜 打倒反动军阀 哪儿来的刁民 开枪 张首长 快跑吧 子弹不长眼睛 不知道你是赵金虎的儿子 快跑 来来来 我们姐妹几个静静司令 快点 来 姐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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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晃了一圈 你毛涨急了是不是 居然敢管起你老子来了 宋家这儿实名非非 你以为老百姓傻 全西洋城的老百姓 心里跟明镜似的 你这不叫滥杀无辜 叫什么 屁话 你出去十来年 你知道他们不是土匪啊 那山是我的山 他们上山打猎 挖草药 不交税 不交税就是土匪 你是怕美匪科 我脚就收不上剿匪的捐吧 是又怎么样 弄不来银子 我拉了这坛人马 让他们和西北风去啊 怪不得省城每天都有学生 上街游行 打倒反动军阀 这个国家的命运 掌握在你们这群人手里 是国家的灾难 摘你这头 全是你们这些学生闹的事 老爷您别生气 这大少爷也是好不容易回来的 大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这一回来就惹老爷生气啊 就是啊 大少爷 大少爷 大少爷怎么办啊 你生气 怎么办啊 都回来 好了好了好了 吵什么吵啊 我跟我儿子说话 你们插什么嘴啊 都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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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吃吧 我走 你娘的 我怎么养出这么个孽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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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只能走后窗户了 进来吧 嗯 不敢 万一当兵的听着了动静 我怕跑不了 你怕当兵的 嗯 那你还来干什么 哎 梅姑娘 梅姑娘 你听我说 梅姑娘 你来西洋这些日子 我天天的都来捧你的场 我对你有情有义 你看出来没有啊 看出来怎么样 不看出来又能怎么样 我知道 你说要嫁给赵金虎 嗯 那是迫不得已 咱们私奔吧 逃出西洋 咱们逃出西洋以后 赵金虎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我听说你是货家的独苗 啊 家大业大的 啊 你要跟我私奔啊 对 其实今天我带着同窗好友赵书诚来 就是想让他给我壮壮胆儿 我要向你求婚 向我求婚 梅姑娘 我想娶你 来世吧 不行啊 那个求亲的礼我都给你备好了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都得给你 那可是我画了祖传的金锁 给你打的镯子 你一定要收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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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大少爷 你没事吧 啊 啊 啊 没事儿 没事儿 死不了 这是我给你打的镯子 你要是不收下 我一辈子都好过不了 你快走 啊 当兵的听到动静来抓你了 啊 快走啊 哎 我们霍家师书济世耕独传家 他们照讲不学无数事横行霸道 尽朱者赤尽莫者黑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霍少昌的儿子 怎么能跟那赵金虎的儿子 私混在一起 而且一混就是一整间 大半夜才回来 从今以后 不许再见赵初成 你听到没有 哎 我听到了 听到了 爹 我最近书读得太多了 眼神越发得不济了 眼睛老疼 啊 对了 眼镜还丢了 你 你看你这尸魂落魄的样子 滚回放进睡觉去 哎 你说什么 咱俩去贴无头帖子 对 不能再由这赵金虎突然 为了全西洋的老百姓 我们必须这么做 这要是让你爹知道的 他会杀人的 只要我们把帖子贴帘 整个西洋城 全西洋城的老百姓 一定会被鼓动起来 就算我爹真是火炎王 杀十个杀一百个 他能把全西洋城的老百姓 全杀了 到那时候 全城上下团结一心 不由得我爹不低头认错 我们就胜利了 但是 斗争不能只停留在嘴上 今夜开始 我们就一起行动 怎么样 不行 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了不对啊 想想梅姑娘 那这里面还有梅姑娘的事呢 这里面太有梅姑娘的事了 你想 一旦我爹低头认错 民主将来到西洋 民权将回到人民的手中 梅姑娘还会因为害怕 军阀赵金虎嫁给她 当小老婆吗 那个时候 我在陪你一起 向梅姑娘求亲 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干了 小林 跟上 行 不是 霍小林你干什么呢 怎么不走啊 走 我先卖哪条腿 霍小林 你不成天的子约吗 子约勇者无惧 你忘了 你是勇者 当然无惧了 我从小到大就没勇过 再说了 子还约 君子不立于微墙之下 我霍小林这条命来得不容易 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 我还不到一岁呢她就死了 我爹说要续闲 可是还没续呢 到现在为止 我是我们霍家唯一的一条根 岂能随意断送乎 霍小林 自打我回到西洋 你每天张口闭口 就是知乎者也 你非要跟我论这个孔孟之道 今天我好好跟你论一论 孔子远 杀身成人 孟子远舍生取义 我们做的是大仁大义 为西洋的老百姓讨回公道 何惧牺牲生命 呼 像你这样出尔反尔 临阵脱逃 算什么男人 我告诉你 自古美女都爱英雄 就你这副德行 梅姑娘能喜欢你才怪呢 降不动给我 不干拉倒我一个人干 拿来 干 谁说不干了 可是不能这么干 那个你想啊 你是赵金虎的亲儿子 要是咱俩都被抓了 他肯定砍我的脑袋 不干你的 说费什么换 我的意思是 咱们一劫金兰吧 拜兄弟 对啊 那咱俩要成了一兄一弟 万一出了事 你爹兴许能多少给点面子 小林 从小我俩一块长大 不是兄弟胜死兄弟 拜 好 好 关圣弟老爷在上 我赵书成与霍孝林 今日二人结为兄弟 从今往后 有福同享 等等等等等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干什么 那个 我比你大一岁对吧 我是兄你是弟 得我先 你比我大一岁 那你先 来 我霍孝林 该该你了 我赵书成 今日 我二人结为兄弟 该该你了 今日 我二人结为兄弟 有福同享 不奢望 有难同当 不划算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别说是义兄弟了 就是亲兄弟 有福同享的能有几个 有难同当的能有几个 再说了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 你想啊 这要是砍脑袋的罪 俩个人一起死 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不能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叫什么兄弟啊 不败了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这个实在 能在生死关头 相互保命呢 那便是兄弟了 该你了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凶霍孝林 帝赵书成 叩首 反动军阀赵金虎 刮第三尺横征爆脸 草奸人命恶贯满盈 自封保安司令之名 实为人民公敌 可振动于火 打鼓要靠英雄多 换夕阳父老同心协力 斗争军阀 换夕阳父老同心协力 斗争军阀 抗科捐杂税 巨烂杀五辜 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好 可怜小敏 这四书五经没百赌啊 帖子写得严简易改 连没读过书的老百姓 可都听得懂 那是 我获孝林文桃武略天下敌 孝什么孝 大哥 那军阀赵金虎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得派当兵去撕帖子 咱们不怕 咱明天晚上接着帖 就医兄弟呢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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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amp 一连三天 你都给我查不出来 你小子是干什么吃的 你就是个贩盗 司令 小敏 最干万死 小敏最干万死 虽然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是谁干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事 必然是对 脚水大尊心怀不满之人 你说的都是屁话 不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干的 还是我的小老婆们干的吗 笑 笑什么笑 笑几个头 都给我滚 滚 请四边放心 我一定在全县城顾下了耳目 这还一有苗头 我保定顺藤风化 您再给我铁天 保证那个坠乎不犯 我就把他抓出来 你还想要几天时间 我告诉你 明天天黑之前 你要不把他抓回来 快把你的脑袋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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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躲躲躲躲躲到城门上 如今有人连贴了三天无头帖子 深套赵俊虎 全线上下 民兴大振 这时候 要是有人站出来 必定一户飞 我们几个这才商议者 来请霍先生 霍先生 是前朝的举人 汝林的魁首 学文好 又担当 在咱们西洋县 您和他赵金虎 向来是一文一武 平起平坐 这时候 您不出头 谁出头啊 是啊 为了西洋的父老 请霍先生出头啊 带领我们斗倒赵金虎 封门各位厚爱 实在是惨愧 我一介书生 人为言轻 能做得了什么 如今乱世 但求关起门来 轻轻静静地读点书 做点学问 你们所说的事儿 实在是爱我能处 大家请回吧 宋克 霍先生 您可别忘了 二十年前 他赵金虎 可是你们霍府的家奴 现如今 他像疯狗一样 四处咬人喝血 您不能不管哪 张远卫 二十年前的事儿 您就不要提了 儿子 我听说最近街上有热闹 可不 有人连续三天贴了无头帖子 骂得赵金虎是体无闻辅 多兴不义 避自毙 西洋的百姓是民心所向 斗倒赵金虎是指日可待了 民心斗倒枪子 我不信 我七十多岁的人了 这种事儿压根就没听说过 娘 您没看到那无头帖子 写得好啊 通俗易懂 全倩上下都在传送 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英雄豪杰 这单诗 这文章 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 孙子曰上兵伐谋 你还读过孙子兵法啊 那是 我都是把论语放上面 孙子兵法放下边偷着读的 我告诉你 要想打败敌人 你得用谋略动脑子 你想啊 帖子咱们都贴三天了 敌人必定会有所防备 尤其是今夜 路上的眼线一定很多 孙子还曰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今夜咱们就给他玩虚的 帖子不贴了 不行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斗争 赵淑成 没有斗争 怎么能达到反动军阀 今夜如果看不见帖子 西洋的老百姓 就会以为我们怕了 我们怕了他们就怕了 今天的帖子一定要贴 要不然我们就千功尽弃了 赵淑成 我是兄你是弟 你 你什么你 关老爷啊 天下所有结拜的兄弟 拜的都是您 三天前 我和赵淑成一结金兰 我是兄他是弟 可是现在他不听我的 您得给我做主啊 我这个当兄的不能白当 不能让弟弟去冒险啊 你别拿关老爷说事了 你就是一胆小鬼 你不去我去 街上不是有眼线吗 我今天就把帖子贴到 赵金虎家家门口去 去哪儿 关老爷 谢谢您啊 您真好使 我一提您吧 他就自个儿去了 其实 我不是怕被抓住 我霍孝林可不是书呆子 我冬无脱兔 身清无厌 当兵的抓不着我 今天我不能跟他去贴屋 投帖子 是因为我有另一桩要紧的事 求您老人家保佑我心想事成 梅姑娘 我是霍孝林啊 我算好了时辰 这个时候刚好散戏 你在里边梳妆呢吧 霍孝林冒死前来 请梅姑娘打开窗户 让小生一速中长啊 我在这儿呢 霍大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 霍少爷好伸手啊 嘿嘿嘿 那是 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那是 今日 霍孝林冒死前来 请梅姑娘 听小生一速中长 哎 不对呀 这个时辰戏应该刚散 你怎么没办妆啊 你忘记了 赵司令跟你说过 下月十二之前 我的戏他都报了 今儿晚上他没来 我唱给谁听啊 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我早就猜到了 今天你会来找我 所以早早的 我就从一楼的窗户跳下来 在这儿等你 你是知道的 赵司令派了很多当兵的 在西园子门口 所以我要是想出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梅姑娘 在这儿等我 难道你也有中肠要素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多心里话 霍大少爷 该不会是想在这儿 听我把话说完吧 你知道 我刚来这里不久 很多地方都不认识 要么 你带我找一个 方便说话的地方 好吗 爱意 你干吗带我来这儿 这儿安全 梅姑娘你可能不知道 最近有人在贴无头帖子 我想赵金虎肯定会派出很多眼线 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去茶楼饭馆的 万一被他的狗闻出味来可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家呢 霍大少爷 你应该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吧 这么晚了 一个姑娘家说让你找一个说话的地方 难道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我 你不是跟我说吗 冒死来一宿忠肠 你的忠肠我知道 你喜欢我对吗 啊 带我回家吧 今天晚上我就给了你 此话当真 带我回家 带我回家 关老爷 您老人家真的显灵了 走 怎么 你嘴上说的是假 犀利根本就不喜欢我 不是 我 因为我是个戏子 怕坏了你霍大少爷的名声 不是 我 你就直说吧 到底带不带我回家 我家叫严 什么 不瞒梅姑娘 我家叫实在太严了 我要这么晚带你回去 让我爹我奶奶知道了了不得呀 既然这样 那算了吧 我先走了 梅姑娘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若蒙梅姑娘不弃 小生霍孝林 愿带着梅姑娘私奔 咱们逃出西洋 从此以后 天涯海角你我朝夕相伴如何 家叫那么严 你敢私奔 敢 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 真到了天涯海角 指定没吃没喝 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 晚上比白天还美 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 走 咱们这就走 谁说要跟你私奔了 夏月十二可是我的好日子 我还等着赵司令的花酱呢 不能啊梅姑娘 我知道你要嫁给她 全都是她逼的 那个你 其实你现在不用怕她 每天夜里 都有人贴帖子声讨她 反动军阀 赵金虎 瓜地三尺 横征暴敛 草菅人命 恶贯满盈 自封保安司令之名 实为人民公敌 柯正猛于虎 打虎要靠 英雄多 换西洋父老 同心协力 斗争军阀 抗科间杂水 拒滥杀无辜 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梅姑娘 等我们胜利了 斗倒了赵金虎 你就不用嫁给她 当小老婆了 我们获得 三媒六聘明媒正娶 下月十二 我爹要续闲 咱们就跟她一起 办喜事如何 什么很奇八糟的呀 对了 你怎么把帖子 背得那么熟啊 该不会是你写的吧 我 三媒六聘明媒正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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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试吧 困死我了 你有什么理由困 昨天晚上又没跟我一块贴帖子回家睡觉去了吧你 你过来陪我聊会儿我就不困了 对 没心情 你说你大早人呢 站在那儿往窗外看 你看什么呢你看 已经四天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亲手把告示贴到赵金虎家大门口 斗争够彻底了吧 你看这平静的街道 整个西洋城一点反应都没有 哎呦没有了 哎 你要是不陪我聊会儿我先睡了啊 干什么呀 您制不开刀架在脖子上只知道麻木地忍受 你看你这德行 你就是懦弱中国人的代表 走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走街上去 像中山先生当年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一样 革命需要领袖 有人振臂高呼 才会有人随身复合 欺阳的父老乡亲们 兄弟姐妹们 连去贴了四天的帖子 你们都看见了没有 反动军阀赵金虎 挂地三尺横征暴敛 他搜刮的是明指明刀 掠夺的是你们的血汗 谁给了他这个权利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和反动军阀做斗争 这后生是谁呀 好像是赵金虎的儿子吧 赵书成 快下来咱们走 要走你走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斗争 父老乡亲们 柯正猛于虎 兄弟姐妹们 打虎要靠英雄多 神心奇 泰山仪 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不许恒征暴敛 不许恒征暴敛 不许滥杀无辜 不许滥杀无辜 打倒反动军阀 我说你们都是木头啊 人家讲得这么卖力 比我爹讲四书五经都卖力 你们是没长耳朵呀 还是没长眼睛啊 这不得表示表示 西洋的父老乡亲们 兄弟姐妹们 如果我们不斗争 就会像牛里帝一样 永远低着头 如果我们不斗争 就会像吕拉墨一样 永远被人奴役 你们想这样过一辈子吗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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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反动军阀 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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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民主 还我民主 小脸 上来 和我一起 兄弟 打倒军阀 还我民主 打倒军阀 还我民主 我还是下去吧 怎么了 你 你看 来到正口 和他们理论理论 你先理论着 我躲躲 给我来点动静啊 打倒军阀 大家别跑 申心鸡 太山一 只要我们团结 我们就不要怕他们 大少爷等着石兴峰 赶快把大少爷插回府里去 谁敢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有些司令毙了你们 不散啊 打倒反动军阀 赵金虎 打倒反动军阀 赵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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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your son 都给我听好了 都给我听好了 现已察时 今日在新阳城内 张贴无头帖子 造谣货众 诬蔑赵司令的 就是霍少昌的儿子 霍小林 你服务我安抠 你服务我安抠 刚才我亲眼看见 他在这里煽动民众脑势 他真是要造反哪 来人 全城搜捕霍小林 赵司令要亲自抢毙 爹 儿子闯下大户 求您快救儿子的命啊 畜生 你还敢回来 家访 什么 你看清楚了 这小兔崽子有这么大胆子 儿子鬼使神差犯下大错 脑袋要搬家呀 爹 您看在我从小 没有娘的份上 您一定要想想办法 救我的小命啊 那些五头帖子 真的是你贴的 我和赵叔成一起贴的 齐磊 不敢 来 来 你这个儿子 不敢 你 你 你 两天 你 人真是不可冒险了 玩儿在家里 你看下这杀之机 都会吓得作恶梦 居然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真是不灵则夷 一鸣惊人哪 爹 您先别忙着夸我 我这脑袋要搬家了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外面来好的当兵的 要抓大少爷 爹 小林别怕 先到奶奶屋里躲一躲 您快去 哎 又喝祸举人 老爷 军死坦荡荡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便 迷路星于左而目不顺 张牙五找得来了几个当兵的 我难道就该怕你们不扯 你儿子张贴无头铁造谣 货众污蔑赵司令 这可是死罪 我儿子 没错 霍孝林 把人交出来吧 我儿子已经好几天没回过家 自从赵司令的公子 赵初成回到西洋 我儿子一直和他在一起 找霍孝林 回去问你家公子吧 我没工夫听你废话 来啊 搜 是 别按住 何学问 姓侯的 这里是家母的住处 请你们放规矩点 我知道你有个摊子的娘 我现在怀疑你儿子霍孝林 就藏在这里边 让开 我要搜 家母的内侍 万万不能搜 让不让搜 你 老爷 老夫人说了 让您可千万别和当兵的奖礼啊 姓侯的 你也是读书人 没错 我是个读书人 可我书读得没你好 我也没中过举人 现如今赵司令请我做师爷 我吃着司令赏的这碗饭 我就要当好这份差 你不让我搜 我就请你吃枪子 你 老爷 让他们搜吧 老夫人说让搜 搜 给我好好的搜 子叙的搜 报告没有 是 没有 没有 不用搜了 就藏在老太太的被子里面 老太太 快让您孙子钻出来吧 这 他要是不自个儿钻出来 我就只能掀你的被子了 进口道 你欺人太甚 禀公之法迫不得已 我霍家岂能受如此凄凌 霍孝林要是不自己钻出来 我现在就掀了老太太的被子 霍孟虽是个读书的人 可你若敢羞辱家母 我就跟你拼命 那我就让你尝尝 枪子的厉害 儿子 你这是何苦呢 你娘我穿着裤子的 我再说了 我这么大岁数老棺材 你犯得着跟这帮畜生拼命吗 不就是要掀我的被子吗 来 祖奶奶自个儿掀给你们看 娘 不要 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如厕 你看 这尿筒 屎盆子 都端炕上来了 你们要找谁啊 霍孝林是吧 赶紧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找来 我们霍家以孝治家 他爹为了让他懂什么叫孝春 指定他每天给我端屎端尿 可这小兔崽子 四五天都没来喽 你看这尿换屎盆子 都满了这都 我请大人气怒 都怪儿子叫做吴方 师爷 这也太臭了 那尿筒里边能藏人吗 上 赢的 我把门扎着 是 我的奶奶呀 这里面臭死了 你打我干吗呀 小兔崽子 你还嫌臭 你平常不是吹嘘自己 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 惹了祸问家跑干什么呀 我这么大岁数跟着你丢人现眼 要知道今天 打小我就该掐死你 小林 还不快给奶奶叩头 泄淘了人家救命之恩 祖母大人在上 孙子霍孝林 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是 要谢就谢你爹 要不是你爹孝顺 亲手给我盘了这么铺炕 怕我不方便 专门给我做了一个 割屎盆的尿罐子的地儿 我看你问哪儿藏 滚住点 我跟你爹有话说 喂 娘 快让人把你儿子绑了给赵金虎送去 就说你管教不严向他警罪 娘 哎哟 你就听娘一回吧 赵金虎是什么东西 你我心里跟明镜一样 他手里有枪 这些年没动咱们霍家 他是没找着茬 这回他逮着机会 我怕他害了你的命 你就不怕孝林被他枪毙吗 霍孝林是不是霍家的根 我心里含糊 我不含糊 娘 庶儿不孝 我不能遵命 这 出来吧 不孝林 那我什么时候回来啊 出城直奔天目山 把这封信交给郑乾坤郑道长 他会收留你的 记住 没有我的信 绝对不许回来 天目山 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 我 爹 兴许我不用走 我忘了告诉你 我怕事情败落掉了脑袋 我在贴武偷帖子之前 跟赵书成败了关拱 一劫金蓝了 他赵金虎 就赵书成一个儿子 总不至于杀了他儿子的义兄吧 你糊涂 三十年前我就认识赵金虎 他是什么人 我比你清楚 赵金虎 若是会讲什么义气 长门笼子上那些木笼子里 会长年都装满人脑袋吗 我实话告诉你 你若不是我霍手长的儿子 或许还能活你 啥意思 爹您跟赵金虎有仇啊 你就别问了 快走吧 留在西洋 你指定掉脑袋 我走了 赵金虎找您麻烦该怎么办 儿子闯了祸 做爹的就该担着 儿子闯了祸 不过你放心 他赵金虎再拔护 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快走吧 儿子给您磕个头 别耽误功夫了 快走吧 就让我给您磕一个吧 爹 爹 儿子走了 您多保重 走吧 儿子 敢在今日之西洋 贴赵金虎的梧桐帖子 你在爹的心里 就是好人的 就是天下敌意 来 混账 你小子你是一个废物 你知道不知道 霍少强那个残废老娘 最不是个东西 你小子 你小子是不是被他搞糊涂了啊 无告本司令的帖子 都贴到我家门口上了 如果抓不到 我还当什么保安司令啊 是是是 司令我们马上去办 你小子给我站住 带着司令啊 亲自去办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带着 你早点 你我带着 你我的天啊 你你懂得得知 你可爱着 你也不都要的 我多了 你别的 你都要不在哪 哎哟 屎尿尾没闻够是咋的 那里边是专门放屎盆子尿筒的地儿 好你个死老太太 这床上果然有机关呢 你说 刚才是不是把你孙的火销连藏在里边了 这又骚又皱的 我孙子才不往里边钻呢 要不你钻进去试试 我 司令 司令 您果然是神奇妙算呀 霍少长谈两面炕上 果然有机关 被之上海带人搜查的时候 霍孝林就一定藏在那个洞里边 估计现在已经跑了 司令 时候不长 估计还跑不远 我们追吧 上哪儿去追啊 出西洋的道四通八达 有旱路有水路 得派多少人才能追上那小兔崽子 回边去 霍少长 你儿子呢 出远门了 你儿子可是犯了大事 我是他父亲 不管什么事 我都替他担着 你担得起吗 你儿子到处张贴无名帖子 吴蔑本司令 煽动百姓抗权抗税 聚众闹事 他是乱党 死罪 赵金虎 你在西洋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 你自己一清二楚 老百姓的心里也都有一本账 用得着别人污蔑 你巧立明目 瓜地三尺 百姓怨声载道 抗雄抗税 还需要人煽动 我从小教育孩子君子不挡 你说我儿子是乱党 请问 他的同党在哪里 据我所知 最近和我儿子在一起的 是你儿子赵书臣 死罪 你先回去砍了你儿子的脑袋吧 霍绍昌 我知道你牙间嘴利 能说会道 老子今天倒要看看 是我的刀厉害 还是你的舌头厉害 广天化日之下 你敢肆意雄雄 老爷 老爷 谁也别过来 今天就让他砍下我的头颅 赵金虎 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已经有些年头了 一直瞒天过海 我霍绍昌是前朝举人 在省城也有一些 当官为患的朋友 你今天把我杀了 如果能让省长大帅知道 派大军来剿命这土匪军阀 我也算是为西洋父老 铲监除害了 霍绍昌 你不想要 我是找不出什么由头来杀你 但我告诉你 你必须交出霍孝林 不然的话 你就是包庇重犯 老子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你 重犯 权子孝林何罪之勇 怎么就成了重犯 你儿子聚重闹事 煽动百姓造反 侯旋们亲眼看见的 没错 是吗 我儿子昨天一夜违归 今天一大早 我也派了许多家人到街上去找 他们都亲眼所见 聚重闹事 煽动百姓 要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的 是你儿子赵初成 你说什么 后学问 你难道没看见你家公司 站在高处 带着老百姓喊口号吗 有这事 反正是霍孝林在场 大少爷即使有这事 那也是霍孝林 蛊惑交错的 我儿子霍孝林 今年二十岁 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洋半年 他要是会写什么无头帖子 还会等到今天再提 你赵司令的儿子 五天前回到西洋 自打他回来的第二天 街上就出现了无头帖子 我听说昨天 那帖子就贴在了 你赵司令家的大门口 请问司令 除了赵初成 谁还有这个本事 要说蛊惑教措 我派出去的十几个家人 都亲眼所见 你儿子赵初成 站在高处 带着老百姓喊口号 我儿子霍孝林 站在低处 虽生附和而已 谁是蛊惑教措 显而易见吧 还是书读得多好 说说话来够噎人的呀 我儿子真的出远门了 就不请您喝茶了 送客 好 霍首长 我刚才忘告诉你了 这宅子 我小二十年没来过了 赵司令 还记得从前 也好 我霍家 算是对你有恩吗 霍首长 霍首长 你当时要想弄死我 就好比 碾死一只蚂蚱 那么简单 人 应该知恩图报 恩将仇报者 畜生过 我等了十几年的司令 都没有收拾你 这还不算知恩图报吗 你还让我谢你不成 不信 哼 霍首长 我不管你儿子在哪 十天之内 你要是不交出霍少林 你霍首长 就得替他顶罪 走